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9月25號早上快11點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是我上網找到的 你只要上網找放置騎兵升級表就可以查到了 那為什麼我一直講放置騎兵呢 因為我覺得 當然他不是這個遊戲 他應該不是這一種類型遊戲的始祖啦 但是他算是一款很老的遊戲 然後當時我也玩了 然後花很多錢這樣子 那為什麼當時我氣客呢 就是因為說 英雄不斷的出嘛 然後培養英雄又很不容易 那有一次呢 有一次改版後有一隻英雄 算是前期出現的英雄 他強化 然後強化到說這個幾乎 他秒殺 也不叫秒殺啦 競技場有這隻英雄啊 幾乎就是屌打其他英雄 然後我花 好幾萬投資的這個英雄啊 就被這隻 就被這隻改版之後的英雄屌打 然後我就被送了 因為我正好就是沒有 沒有養那一隻 所以這個強度就是不平衡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這個樣子 你獲得五星的英雄 其實不是太 太難 不是太難喔 所以說這個遊戲會有很多活動送你五星的英雄 抽卡獲得五星英雄也不難 但是呢我們看 這個五星英雄 這個升到紅色的一顆星 這就代表是六星 所以說你看 他要吃自己 然後還要吃一個 指定同種族的角色 通常這個角色都會是 肥料角色啦 那肥料角色都是四星嘛對不對 但是呢四星可以升到五星啊 然後在同種族的隨便三隻五星的角色就會變成六星 那每升一星的角色的屬性會有大幅的提升喔 所以說呢這個劍遠征呢 可能是需要一些技能的搭配啊 但是如果是像這樣子類型的遊戲齁 你去升階啊 七星打六星 八星打七星 雖然說敵人的那個技能組比較強 可是甚至你可以靠屬性去碾壓敵人喔 然後六星 七星 八星 九星 到了九星就要非常小心喔 為什麼 因為九星升到十星之後呢 九星可以成為別人的這個肥料 但是你十星上去之後呢 十星就不能變成別人的肥料了 所以說當你升到這個 十星之後呢 也意味著說 這個你沒有辦法變成肥料了 有點像是劍允針 劍允針我們常常說 如果說你不知道要升 要練哪隻角色呢 你先升到金家 不要升到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 金家的角色 可以當作別人的肥料 然後呢 你升到紅色之後呢 他就不能再回退為金家嘛 所以一樣的道理喔 可是 劍允遠征升到金家 跟這款遊戲升到九星齁 這個的難度是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看齁 我一路升到這個九星 我要吃掉多少的肥料 你看 一隻本體 再吃掉一個 六星的角色 然後再吃掉兩隻五星的角色 這樣才會變成是什麼九星喔 反正就是 這個本體還是 還是八星的本體齁 所以 另一隻角色上呢 一路他要吃掉一大堆同種族的五星 還有包括一堆他的自己 但是呢 這個的身星的屬性就會加成非常多 那另外這款遊戲呀 這個放置奇兵可能 可能太久了一點齁 那近期比較大家知道就是 魔關羽 開局對不對 輸入這個 輸入那個序號嘛 VIP666 開局一定要魔關羽對不對 才會搶 所以這款遊戲齁神魔三國治 也是相同的類型 也是一樣齁 你在戰鬥的之中 他可以這個 切出來齁 你不用看戰鬥的過程 那可是呢 有一個機制我覺得不是很滿意 然後順便 Tag一下那個溫博大 這個機制的話 我覺得溫博大就不會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 大部分玩家就是想要挑戰這個 什麼 低等級啊 然後極限啊 通關啊 但是這個遊戲齁 我們看 我目前主線的進度是在 4-15黃金沙漠 但是 我們看戰鬥 好 這個戰鬥齁 這個主線地圖 他會去卡你的 玩家等級 那劍遠征他是卡戰力 但是沒有卡那麼誇張了 但是呢基本上齁 這款遊戲主線推圖 沒有什麼難度齁 沒有什麼難度 然後大概角色就是升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過了 當然你說這個戰法有沒有搭配 有啦 肯定是有 競技場 在比賽的時候呢 還是會有一些陣營的搭配 可是呢 剛剛我說了齁 這個6-7-8-9星 升上去之後 角色的屬性 會有大幅的提升 所以呢前期 這款遊戲有沒有課金的話 其實差別會是比較大 然後呢 再加上他的主線 主線推圖啊 都會去卡這個等級 升級了嗎 呃 終於升級了齁 所以說 像玩神魔三國志啊 你會發現說這個主線完全沒有任何的難度齁 然後你會一直一直去卡等級這樣子 那如何去提升等級呢 你可以 獲得這個快速戰鬥的次數 那快速戰鬥次數 怎麼樣獲得呢 就是你要買特權 還不是VIP提升喔 好像VIP提升也會吧 不是很確定 但是他的這個特權 特權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地方 快速作戰每日使用次數增加 應該是這個東西吧 所以基本上啊 你這款遊戲你要 強 你基本上就是越卡不要停 因為你快速戰鬥才會獲得這個經驗值 那你的主線進度才會推進 那主線進度提升呢 就是相關的東西都會增加嘛 什麼經驗值啊 掛機的這些資源啊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 你沒有課金的話 你的那個等級就會升得比人家慢這樣子 不過 他竟然是標榜放置 放置遊戲嘛 所以這款遊戲本來就是放置 那只是說呢 你想要去 依靠你的陣容去推主線的話 你會不斷不斷不斷的 去卡到你的那個 等級 所以 還蠻討厭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因為 卡等級的話呢 就是你很多活動啊 都會卡在那個地方 那你如果說你是喜歡這種 我們叫做極限推圖嗎 你在玩這款遊戲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失落 那其他部分就是 就是跟一般的遊戲差不多 然後這邊 右上方有一個神域使者 這個還蠻有趣的 就是 有一點像是 跟NPC在聊天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一邊聊天呢 聊一聊之後呢 他會 他會給你一些內容 輸入中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這個界面 然後左上方後 這是跟神之間的好感度 但是就是 反正就是對話 然後去了解一下這個故事的這個劇情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戰力提升 我可以繼續挑戰任務 所以說這款遊戲呢 推不推薦完了 我覺得就是 給的資源還算蠻多的啦 因為像我現在啊 這個女 要一直跟女神聊天 這個樣子 那就是我進去啊 我也沒課金 然後也是抽了一堆的這個卡片 我們再來一個10抽 然後身上也是一堆的五星角色 又抽中一隻五星角色 是誰呢 這個是肥料 肥料的五星 怎麼判斷他是不是肥料呢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技能是三個還是四個 我記得他是三個技能 稍等一下 微笑奇蹟 我記得我已經抽到兩隻了 這個 抱歉喔 這是 這是第一隻抽到 喔 他會 他會這個 復活一名隊友 不錯 可是我有兩個奶 到底要選哪一個 這是復活隊友 然後我上了另外一隻奶是這一隻 稍等一下 這是水系的 娃娃一直挑戰 切出去 好 你看他戰鬥他可以切出去蠻方便的 我上了另外一隻奶是這個 這是全體補血啦 那可能要看這個陣營的搭配 因為你看 我們在戰鬥的時候左上方有這個陣營 一大堆 上什麼水火風啊 他是 他是光系的嗎 這麼強喔 他是光系的喔 搞錯了 看一下看一下 唉唷 我抽到兩隻光系了 但是這一個 這個光系他是 他應該是肥料啦 唉唷不錯喔 我抽到一隻光系喔 那說不定光系 可以練喔 這個光系 他有復活的角色 但是你要把他升階 很困難了 因為這個升星的話 你看 他要吃一個自己 一個自己 然後呢 還要吃一隻什麼 牙牙 牙牙 所以這個光系 光暗升星真的是非常困難 但是這一隻應該是值得練的 只是 你沒有課金的話 你應該是沒有那個本錢練喔 所以說大概遊戲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就是 慢慢玩 慢慢玩 那你如果說是喜歡挑戰 像是劍益遠征啊 烈火戰記啊 這樣子 然後 這個 怎麼講的 極限推圖的玩家 我會覺得這款遊戲不適合你喔 因為你應該會不斷的去卡到你的這個 這個角色的等級 這樣子 好 就是 簡單來說明 他的遊戲風格呢 就會像是 完全 也沒有說完全 就是跟放置奇兵 跟這個神魔三國志 是一樣的 這樣的概念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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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